問題是沒看東西 本身有咖啡 昨天可以嫌犯 警方進入摩鐵搜索 對於房內狀況更是瞭若執掌 除了客廳垃圾桶 甚至床上面被掀開 通通都有殘毒痕跡 都是給你唸嗎 對啊 就回去唸尿啊 眼看逃不了了 嫌犯只好乖乖配合 毒販藏身旅館開趴 早就屢見不鮮 只不過要怎麼周出這些人 警方的查氣潛規則 可是大有學問 我們可以用看的去觀察說 他有沒有一些閃躲 或是異常的行為反應 那用聽的方面就是去聽說 其他房間裡面 有沒有其他的動靜 以聞的話 今天開門的時候 就會去判斷說 房間裡面會不會有一些 異常的味道 一接或通報 趕到現場 無感開關即可打開 特別留意聽覺及嗅覺 帶來的線索指引 接著再透過 循序漸進的問話 觀察對方應對 及肢體語言 更要常常與廈區內的旅館 保持聯繫 時刻追蹤 可以扔車 而同樣的道理 也能用在路邊零件 對著車子內部 左拍拍右拍拍 果不其然 三一秒就搜出毒品煙彈 當場將人帶回偵辦 不過警方也透露 通常能夠透過零檢 逮到毒販 但是因為駕駛早就露出麻椒 如果有忽快忽慢 或是左右不定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會上天去關心 車窗咬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去聞說 車內有沒有異常的行為 譬如說酒的味道 警方透過一次次經驗法則 再加上黎明感官 急緊應對 讓嫌犯可是想逃都逃不掉 金新聞 黃玉婷 趙世元